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呢,记忆看我们的头部单词了,是不是? 看我们的第17组单词,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是不是? 所以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哦 好吧,不错了,那这种单词会考谁呢?会考的是FL,对不对? FL呢,作为单词讲,表示的是Fly,飞,对不对? 叫I can fly, I can touch the sky,好,我可以飞起来哦,是不是? I can fly, I can touch the sky,对不对? 好,以后见到FL就想这么的飞,好? 好,那今天自己认识吗?叫做Fly,对不对? 这次呢,本来呢,你是不认识的,Fly表示什么呢? 叫做因为疼痛而蜷缩在那儿,叫未缩蜷缩在那儿,对不对? 像很多人疼的时候呢,说到一团,说到墙角,叫未缩,是不是? 那可以准备呢,可以这么背哦,前一部FL表示的飞,后边是个inch,对不对? inch我们知道是一个度量横,对不对? 所以呢,叫飞回inch为未缩,飞加inch,变成了未缩,好,那大家知道 那么接下来看呢,新名单词叫Fly,把它记起来 Fly at the point,痛苦的未缩在那里,对不对? 好,那看新名单词呢,叫做Flog,对不对? 它比较什么呢,叫边打某人,Flog a donkey,对不对? 边打一头驴,好,像老鱼呢,当年呢,是买了两头驴,好,从江苏骑到了北大来读书的 这也是非常著名的老鱼骑驴的故事,好,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老鱼呢,他是个商人,好,他买了两头驴,好,骑到,从江苏骑到了北大 为什么呢?因为一头驴呢,骑死了怎么办? 两头驴轮流起,好,而且到了北大以后呢,把驴呢,还给你卖来换成书费,是不是? 所以老鱼这些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所以呢,在这一刻的话呢,老鱼呢,叫做,老鱼呢,他的同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老鱼是穿着缩衣的,就那种孤舟苏骑翁,堵掉寒江雪,对不对? 好,不说了,那么咱们说Flog呢,表示的是边打某人,好 这里有个谁呢,叫Log,告诉我,Log你没认识吗? 有人说对数,好,绝对不会靠你对数,Log呢,它表示什么,叫圆木,听懂了,圆的木头叫Log,好 它也表示什么呢,叫日志,因为古代呢,是主角做的书,好 它讲木头做的书,所以呢,日记,日志也是它了,对不对? 所以呢,它表示木头,表示日记,所以怎么办呢,可以这么背哦,对不对? 咱们,日记不陌生的,布洛娥,伯克,叫Blog嘛,叫Weblog,网络日志,看到了? 好,那就是可以准备,可以这么不要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 前面是Log,后面是飞,对不对?后面是Log,对不对? 看到了叫飞来的圆木在边打,所以要表示边打某人,所以把这次记得来叫飞回音曲, 所以说飞来的圆木在边打,所以叫Flog,Dunkey,对不对?边打某人,好 像你老爸拿着皮鞭子在两个嘴,在你上一路深打,再往身上涂点盐,对不对? 这一般来说就是只有后把才会干这样的事情,叫Flog,好 新名单词呢叫Flyer,对不对? 现在看一下,怎么说叫天赋的本能,才能,好 比如说你就有很强的写作才能,叫A Flyer for Returning,A Flyer for Returning,好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像包繁衣,新春包呢,老鱼的同学叫包繁衣,对不对? 他呢就是A Flyer for Returning,好,就用天赋的才能,非常赛意写作 当年呢,他是老鱼呢,睡在上铺的兄弟,当老鱼穿着书衣走进来的时候, 看见那个叫做,因为老鱼在上铺,好,在窗口那个上铺,老鱼说 跟包繁衣说,包繁衣,好,我要睡在下铺,好 大家知道包繁衣,你们见过他就知道,他是书香世家,好 整个人呢,充满了一种文化底蕴,对不对? 看到老鱼穿着书衣,像个伯伯一样,对不对? 于是呢,包繁衣想一想,我睡得这样,这种人睡在我的上面,我挺害怕的 于是呢,就把这个铺呢,让给了,谁呢?老鱼 而老鱼呢,为了,到后来老鱼成功了以后,为了感谢当年呢,叫做包繁衣的遗铺之恩,好 于是呢,把包繁衣请回了新东方朵子会,新东方上市以后呢,老鱼是一万富翁好 而那包繁衣呢,也是一万富翁 所以呢,当时包繁衣就睡在老鱼上铺的兄弟 所以我跟大家各位同学说,善待你的周边的朋友 你可能他现在可能并不成功,但将来,对不对? 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你可能并不成功 但是呢,你结识了老鱼这样的人,那人生也会非常成功的 而包繁衣呢,当时是写作专业的 在加拿大读书,写作专业的PHD毕业 你要知道,PHD哦,对不对?相当地有写作才能一个人,是不是? 但是呢,由于呢,加拿大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 他这个小镇里面呢,专门做什么呢? 包人家写死亡公告,而且还是寄件工资,死一个写一个,对不对? 如果没有死,他就不写,没什么好写的 所以呢,他家里也不能祈求今天死个人吧,是不是? 所以呢,他其实呢,当时还是比较贫困的 那么后来呢,遇到了,因为老鱼 所以他现在呢,他成了一万富翁 所以我跟大家说呢,一定要结交朋友 结交朋友的能力特别强,叫结交天下 有识之士,对不对? 才能是怎么变得,可以这么变得,对不对? 鸟海阔平约,天高任鸟飞 所以鸟呢,飞在空中是本能 所以他表示的是天赋的才能,本能,对不对? 所以本来记得叫 飞回应尺为美说 飞来的元母在边打,飞在空中是本能 所以弗拉尔呢,表示的是本能,对不对? 接下来看一些名单词叫弗拉尔特 我给大家讲过了哦,还记得吗?飞咕咕咕,是不是? 东东弗拉尔特有 success啊,不要渲染的财富 不要渲富,现在不流行,非常流行,要渲富吗? 是不是?记住尽量不要渲富 为什么?因为你这么成功 那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些人想去打劫你 有什么好渲的?你看老鱼,对不对? 老鱼的那款车是大重灰腾 长得非常不错 一看就超豪华车,200多万 是不是?但老鱼从来不开这个车 不要不骑这个车 不开这个车,为什么呢?因为老鱼说 这个车呢,太高调了 被别人发现这是我的车 那么我觉得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的 于是大重灰腾现在变成什么呢? 集团的接老式的专用车 而老鱼自己买个小奥迪 那么大家知道,有人说奥迪不也挺高调的吗? 不,为什么呢?因为奥迪太多了 于是在北京这个地儿 对不对,关车都是奥迪 而北京关是最多的 所以在这一刻的话,奥迪满天飞 你怎么知道哪个里做的是老鱼呢? 因为老鱼是中国最富有的英文教师 所以只要想打劫英文教师 第一个想当就是老鱼,是不是? 不要炫耀你的财富 对不对,叫飞来的姑姑 在炫耀飞姑姑,是吧? 好,新名单词叫什么呢? Flock,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一表示是一群 叫做A flock of birds,对不对? 叫一群鸟,叫A flock of birds 对不对,一群鸟 第二个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的是成群结队的飞 因为鸟成群在一起飞出去 所以可以作为动词讲 叫成群结队的飞 对不对,成群结队的飞 好,我就不写了,成群结队的飞 比如说Birds呢,它做了一件事情 鸟同学,对不对? Flock soon 它们成群的飞出去了 在托弗里有篇文章,专门考大家 对不对,考什么呢? 考呢,叫做鸟类在一起 息息呢,有哪些方面优势 第一种优势就是呢 可以做一个information center 叫信息中心 这样呢,头一天没有吃饱的鸟呢 可以跟第二天的鸟 那么头一天吃饱的鸟 第二天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出去 去找食物 它们叫做Flock 叫做Birds,Flock soon 它们在一起呢,叫做很快的一起就飞出去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它们在一起 息息呢,可以呢,减少热量损失 因为鸟类在一起 相互挤在一起的话 热量散失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可以减少热量损失 这第二个优点 听懂了 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 它们可以呢,叫做得到充足的休息 因为有两只鸟负责瞭望 大家跟着睡觉 明天呢,咱们再换两只鸟听瞭望 是吧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呢 鸟类大规模的息息在一起 容易引起捕死者的注意 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呢,烤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莉莉,干嘛你把中文给大家说一遍呢 我告诉大家 当你知道中文背景的时候 再听就容易得多得多 所以呢,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对不对 叫做Flock 那怎么背呢,可以这么背哦 你认识这个词吗 叫Lock Lock表什么呢 叫锁 对不对 把门给锁上Lock字到 Lock字到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锁 加上FL呢,表示飞 就变成了,我们说呢 变成了长裙飞 所以怎么背呢 这么背,叫锁在一起,成群飞 锁在一起,成群飞 所以呢,Lock,Flock 锁在一起,成群飞 Lock,Flock 对不对 新名单词呢,叫做Flock 它表什么呢 蔑视,藐视 蔑视,藐视 那怎么背呢 FL,像什么的飞 OT,OUT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过 其实来自于谁叫Flute吧 卢笛 对不对 每当呢,耳边有卢笛声响起 对不对 那么大家知道 他就觉得周边人过得没有自己好 所以呢,心里有一种莫名其他的呢 叫蔑视,藐视感 所以Flute表示蔑视,藐视 Flute his mother's advice 藐视他老妈的建议 对不对 那可以怎么背 可以这么背 叫飞到外边受蔑视 飞加成外边 表示的是蔑视,藐视 叫飞到外边受蔑视 现名单词呢 叫Flander 对不对 它第一含义表示的是笔木鱼 好 记住笔木鱼 那么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说法叫 德成笔木 何此时 此先鸳鸯 不先鲜 好 也就是呢 只要我们能成为笔木鱼的话 对不对 死又何妨 为止呢 因为笔木鱼呢 两个眼睛长到一边 如果长到另一个笔木鱼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并肩齐飞 对不对 这样呢 看的是360度全方位的 看到了 所以呢 叫德成笔木 何此时 此先鸳鸯 不先鲜 同时呢 笔木鱼呢 由于呢 它呢 比较扁平 对不对 所以经常在泥潭中呢 在那儿跑穿行 所以呢 多追 动词讲 叫挣扎 对不对 我也希望各位同学呢 不大把脱步考虑高分 对不对 而且呢 希望大家 把既然与既然都考虑高分 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 顺便 这样呢 美国要过幸福快的生活 因为大家知道 出国以后呢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一般来说是1比7左右 一个女生 七个男生 那个女生呢 多半都是陪主的 如果你在国内 男动学不解决好 自己的个人问题的话 出去后 将会成为国外黑男 和黑女的最终目标 国外的黑男啊 特别喜欢 国外的黑女呢 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黄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首先你们俩的个子差不多的 因为黑女呢 也比较高一些 黄男也还可以 所以呢 大家知道 那么 其实呢 在她眼里 永远是那么白 是没有办法具备的 而我们在中国的黄男 你喜欢黑女吗 因为你不喜欢 但是跟大家说 黑女一定喜欢你 为什么呢 因为在她眼里 永远是那么白 她没有办法具备的 她每天围着你转 对不对 今天给你堂身 明天带你爬树 贺天带你跳绳 你跟她在一起 一步小系 思街思小 有了爱情结晶就毁了 你把她带回来中国 对不对 一个黑色的女子家 黄色男子将来 生一堆紫色的小孩 你把她带回中国 是不是 你跟老妈说 妈 这是我的女朋友 刚好你家庭店 那那个小黑花 你根本看不见 是吧 其次的话 大家请看 你老妈会说 平时我们家孙女都黄色的 我的孙女就紫色的 是吧 所以记住 我今天告诉你的话 那么也是呢 在国内呢 黄南一定要解决好 个人的问题 不然将会成为 国外的黑女的居住目标 同时呢 大造也会成为 国外黑男的居住目标 为什么呢 一面大造 国外同性恋特别多 所以呢 黑男特别喜欢的黄男 一面呢 黑男多高了1米9 黄男多高了1米7 对不对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女朋友 稍微白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一刻 你们俩在一起 对不对 非常非常般配 所以呢 将会呢 成为黑男的 主要袭击目标 尤其呢 在旧金山 是美国同性恋的总部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 男生啊 出国之前 提出好自己的个人问题 女生呢 就没所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出去以后 那大比优秀男士等着你 都是经过托福呀 GRE呀 GMP 以及呢 名校三选过的 随便抓一个 都比较优秀 是吧 好 不说了 提外言电话 是不是 接下来来看一下 Flander叫什么呢 叫挣扎 是不是 那么呢 那作为动词养叫挣扎 我在学中呢 身一脚前一脚的 在挣扎的 那怎么飞呢 FL想成个飞 后面是个under 在下边 只不过多个o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最后一句话记下来 叫做 飞在下面才挣扎 好 再说一遍 叫飞回inch 为例说 哪个词flinch 对不对 飞来的原木在边打 哪个词flog 飞在空中是本能 哪个词flyer 对不对 飞来的姑姑在炫耀 哪个词flog 锁在一起成群飞 哪个词flog 飞到外 飞到外边受灭 是哪个词flog 对不对 飞到下边才挣扎flonder 对不对 好 给大家放到一起 怎么说来的 跟我一起来 叫飞回inch 为例说 哪个词flinch 飞来的原木在边打 哪个词flog 飞在空中是本能 哪个词flyer 飞来的姑姑在炫耀 哪个词flog 锁在一起成群飞 flog 飞到外边受灭 是flog 飞到下边才挣扎 哪个词flog 好 我们再来最后一遍了 各位先来怎么说 叫飞回inch 为例说flinch 飞来的原木在边打 叫做flog 飞在空中是本能 flyer 飞来的姑姑在炫耀 flog 锁在一起成群飞 flog flog 飞到外边受灭 是flog 飞到下边才挣扎 flog 对不对 好 这一单词呢 给大家说到这里 这是我们的飞系列的第一组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是不是 还有